小谷民一语道破心中担忧 担心中海FTA冲击国内产业竞争力 反应在股市上的焦虑 在酝酿一个交易日之后 星期三正式爆发 电子金融都疲软 毫不容易站上的九千点守不住 甚至上演八千九百点保卫战 中间场下跌一百一十五点 收在八千九百一十八点 成交值只有七百八十二点九亿元 外资现货也结束连十二买格局 卖超三十八点一亿元 其货未平仓站在空方八千七百六十三口 量能也出来了 那这个量能有助于推升这个行情的部分 在美股创高之下 雅股日本韩国多头都稳手红盘 也让台股表现单独憔悴掉车尾 热经指数更在日币走扁情况之下 早盘进涨两百八十八点 将近有百分之1.7 是七年来新高 由日币带齐的亚洲进扁潮 早盘日币对美元虽然在线一百一十六元价位 但随即缓慢爬升 倒是韩元持续重扁 扁破一千一百元的价位 是一年多来手建 也让央行收盘前三十分钟再度出手 新台币对美元再度游升转扁 中场收在全天最低价位 30.75元再创2010年12月初以来新低 因此虽然澎湖南总裁强调台币不跟扁 但是台币持续维持相对稳定的扁值幅度 应该就是央行在这场竞扁大战当中 不能说的秘密 记忆人许佳明台北报导 好 这个全球金融市场乱了套到目前为止 还是很难尘埃落定 因为各国还在努力的印钞票当中 今天融资有增加7.33亿 外资退一点 我们融资就增加一点 融券的一个张数透过金面有减2835张 当然没有昨天那么猛减那么多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还是外资 内资大概因为外资 事实上你只要外资是减 因为外资一定是现股 那一定有一个比例就变成融资会增加 不代表说就是一定说 我们的散户看好不一定 因为他减的三大法人减的都一定是现股 那现股难道他有规定现股 只能卖给现股买的吗 不会吧 所以一定有一个比例就是融资 所以只要外资 只要你看那个法人只要都是卖方 融资一定会小乎增加 而且看他的比照 这不代表说散户就是就买 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小心 那外资是看美元指数吗 现在如果以国际汇率 真的是三于一来丰满楼 真的是这样 我有带那个汇率 我简单这样带过来 我们请导播那个 你说我们看 先看日元好了 因为我从日元开始 日元 因为日元的对应就是美元 你看日元 这个是55个月 55个月就是它末跌段就是55个月 55个月下一个应该是34 所以日元从75扁到这里 现在是34 最低档的34 前高的是89 那这里前高是124.16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讲125 所以它这个11月份就是日元要充斥赶顶的那个阶段 只是说现在还早 现在还没过半 昨天才光光节 所以合理上日元在11月冲完 就冲浪 它会做最后的贬值的赶顶 赶顶之后 理论上按照这个转折 它12月份它就开始会回升了 就贬过头就会回升了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美元 因为日元只要是贬市 那美元就是升 不可能说美元扁日元的 因为这是国际主要货币 那台币是没关系 我们不是主要货币 我们随我们高兴 我们可以看要跟升的 要跟扁的都可以 汇率是就是可以选择 但是主要货币 它就是对上的 你看看美元 美元 刚刚盛杰说90 90是这个 这一条叫20年移动平均线 你看看美元 所有的箭头全部向上 10年以内多头排列 剩下最后一条障碍 90.16 是20年移动平均线 箭头向下 这是它美国 20年 美元还有一条20年线 超长空是压住的 压在这里 第二 它现在在挑战什么 在挑战这个前高88.7 现在是88点多 就是会不会过 你如果过这个点 它就奠定了底部的基础 如果没有过 还言之过早 它要过这个 这是88.7 这里还有一个89.6 所以刚刚盛杰说90 反正笼统就90 美元可以表现到什么时候 到下个月 为什么 我这样说 美元是从这一波 起涨 要不要 起升 下个月是第八个月 第八个月 那个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这里 这是前高 这是我讲的88.7 现在就 事实上它这一波 就是要挑战这个历史的 第一个高点 跟日本一样 124 124对应的就是美国的88.7 这个地方到下个月是55 所以如果以这个逻辑 我帮各位解读 就是说美元会在年底前 就12月 做最后的升值的赶顶 赶顶之后 那明年初 它可能就是因为升太快了 然后拉回休息 它的颈限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84 85这个位置 它现在是 连升八个月了 到下个月就第八 它要赶 所以你看到年底前 美元要最最后升值的赶顶 到底会哪里 它如果过前高 那就未来它是一个超长期 是一个升值趋势 如果没过高 它只是一个阶段性 我这样说 这里上来 上来升很多 有没有过高 没过高 不行 你还是下来 再上来 有没有过高 没过高 不行 你还是下来 这里有没有过高 都没有 这里上来 过这个高 但是没过这个高 所以美元 你说未来要长期大趋势 它要先打败前面这个 这是88.7 这是89.6 这是92.6 要过 它最上面是121 你要不要走多头 事实上现在还有点 颜值过早一点 所以它这里会不会过 反正你看到12月 好 对应美元的 跑不掉的是欧元 对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对应 欧元 你看看欧元 欧元下个月 12月第8个月 就是欧元是从这里 一路扁 扁7个月了 下个月是第8 好 欧元你这样回头看 过去五六年 最低是这一根 对不对 这一根是1.2 1.2 1.2 1.2比1 就是1.2在这里 它的20年 你看欧元 1.2欧元比1美元 对 你看这个欧元 全部箭头向下 这个叫做10年以内 长空趋势 就是贬势 但是 它还有最后一口气 1.219 就是1.22 这是20年移动平均线 在1.22 这个是过去10年的锦线 都在这里 这个20年线也在这里 所以 一样 什么时候 12月 所以我说11月到12月 有戏唱 对不对 这样各位知道吗 而且这是一个 风雨前的临近 这是一个金融战争 在这里好像要摊牌的样子 路死谁手还不知道 经过这六七年的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 我把它视为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后谁是战胜国 谁是战败国 这个还有得拼 对不对 现在打仗 你就是我们对日抗战 不是8年吗 在8年里面 你知道谁胜谁输吗 我们到第8年时候 哎呀 中国胜 日本输 对不对 但是到第7年 日本还很凶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还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大事 这个大事大到 我们很难解读 包括外资的动作 我一直动作那么大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大事 会力是大事 好 那我们再浏览过来 我们看看那个美国 美股 就道琼 我以道琼为例 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心 台股会不会结束 事实上我们是印证过来 我说刚刚是从台股 论台股 我说还没结束 现在是从美股看台股 你看道琼像要死的样子吗 还没 道琼如果有一个天大的转折 要发生 是在这里 就是世纪金融海啸过来的89个月 SARS过来的144个月 明年3月 明年3月 这是一个 不只是道琼 美国股市大多数欧股 大部分全世界的主要股市 大概最大的转折 都在明年3月 所以没事嘛 你这样看 健康得很 我们帮他担心很久 事实上没事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现在全世界股市最漂亮 积极低的 鹿股 你看看 看到什么 它是积极 全世界最低的 但是它终于突破了 五年的下降趋势线 突破了两年的大底颈线 这一个叫大底 这个叫做2444 这一个叫1849 技术性满足点先看3000 对不对 所以鹿股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大底刚出城 突破了长期下降趋势线 突破了大底颈线 它的技术性满足点先看3000 对不对 我们现在也听到有一些 所以鹿股在未来的 未来的岁月里面 它是走多的 那这个应该对台股是一个正面 虽然我们会再反合会签 对不对 但是大陆的股市好 代表它的经济好 那对台股应该是一个正向 那美股没问题了 鹿股也没问题了 所以台股不应该是独憔悴 鹿股四个月新高 没问题啊 对不对 它很强啊 为什么 开始上来了 而且你看 开始转成拖头了 它最后一条移动平均线也过了 所以我这个只是在告诉你 台股合理上这里结束 转期独义 说不过去 只是在这里可能受到某些因素 就比较弱 那我们回到台股来看日线 那所以我们就炒什么 我就守住原则 守什么原则 极短线的 好 很容易 一个 这个季线 在这里撞就是季线过不去 为什么 因为季线要扣这一块 要扣这一块 这一块是台股今年的次高点 所以这个9500 你看看选前 这一种有气无力的 可能过9500吗 不可能 所以季线可以突破 但是有效站稳是有困难的 所以你看碰到季线就下来 好 但是扣最快 最高的这一块是季线 扣这一块的是 这一次拉回的最低 这是月线 月线现在今天在扣最低 所以月线在哪里 月线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就短线的作为 季线 9065 对 这个月线8826 那意思就是说 接近8800是买点 接近在超过9000以上 是卖点 你短线就在这里卖 这里买 对不对 这是短线 你的操作 反正我就这样做 你再看周线 周线 那你这样看 这个就M头 M头的基数性最小测量跌辅满足点 8435 对不对 8435 我们8501 这里已经是8501了 所以基本上过去三个月 他是在这里做M头 未来这一段日子 这一段日子 你看这是10月掉 好 我假设 我假设如果以中期的角度来看 我最坏就在这里 那现在到了9000是压力 所以我说 这里是一个头 这样 那至于选举到底是 应该在哪里 那现在是19周 我算过了 选举 选举 那一周 就是我们要投票哪一周 就是第21周 13周 我们把它消掉 13周被破坏掉了 13周是这一根红 有人故意把它拉红 就变成红 所以13周转折不成 转折不成才有折腾这里 那下一个就是21周 21周是两周后 就选举那一周 那基本上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选举那一周 是一个低 就是一个买点 如果是一个高 就是一个卖点 大概转折 大概就在这里 那日线 我们再看 日线 它是这样走的 它现在 这是535 535 这是15天 刚好13天 535不是 ABC 这里整理是323 323 你把它消掉 所以这个三天是A 两天是B 现在是三天是C 所以明天 就是什么 是最低价过来的21天 那因为这里是涨13 所以这里最多整理8 所以明天应该是 如果明天的黑K 23 明天的黑K 你这样 明天如果再开低 不是就碰到月线了吗 如果明天开低 接近月线 就是好买点 为什么 它是8 跟21的双转折 所以外资今天就加空给你看 就像 对不对 明天如果它胆敢再砍下来 你再去买 我想风险就不大 所以明天可能是一个 好的短线转折点 那两周后是一个好 就是一个中期的转折 这样各位知道 短级转折在明天 两周后选前的那一周 是中期关键转折 反正你原则上 就是卖红卖黑 就是这样 逊哥 当然选对股比较重要 但是网友也有开玩笑 说选后会有所谓的 西叶卸票行情 你觉得是怎么个 中文字应该怎么写 看它怎么卸 看它怎么卸票 但是我这样说 明天是21天 明天是21天 下一个转折 是34天 34天还有几天 就是明天不算 那就还有13天 这个是投票以后的第二天 投票后的第二天 会有下一个转折 OK 谢谢宣哥 那我们留在下一阶段回来 瓦盛杰为大家准备 很多相关的资料 当然大盘是大盘 个股是个股 族群落差真的很大 所以我们把握时间 留在下阶段回来 拜托盛杰先 千万不要走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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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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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這個就在什麼 逐右肩的底部形態 所以整體上面來講 這個規劃跟宣哥大概不會差太多 就是選前的部分 他就在什麼 這裡反覆震盪逐底 等到怎麼樣 這邊時間都夠了 那說選舉過後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不確定因素消失之後 這個底型也大概打好了 大概是往上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就指數來講是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當然你說那你如果說要買股票 你在哪時候買 當然不是這個時候買 你應該在震盪整理的過程 你就要選股 所以我這裡就是在選股這方面 或是最近的操作 我給大家怎麼樣 視聚徵演 有時候這個盤行情不怎麼樣 但是你還是要仔細思考一下 有視聚徵演給大家 第一個 指數放兩邊 這個是選前的過程 因為它就是震盪一下跌一下漲 但是它就在八千九九千這附近來來回回震盪而已 所以指數放兩邊 但是你個股絕對擺中間 我覺得這裡的個股挑選是非常關鍵 因為如果你假設未來是要上 你當然是在現在選了 你等後面選就賣虎了 所以這個股擺中間 然後我們又提到說選舉的變數多 這個是屬於變數 因為沒有選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雖然它是變數 既然這裡變數多 那有一個東西它是不會變什麼 業績出頭天 因為你最近什麼 不管是法說會 不管是財報或是季報 甚至都是我們講說業績 這個相關內容要鎖定非凡商業 就幫大家完全做一個整理 對 所以這裡最關鍵就是說 哇 這個選錢選後的戰略 可能個別股這裡是很重要 這裡可能都會提到 那我要講就是說 個股最重要再來什麼 業績提倡 這裡大概是選股的不二法門 這個我們講說四句真言 你就把它放在心中 就選錢大概的一個想法 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你就說 那這個在操作上面來講 實際上你要怎麼樣去看 那我今天大概分三個方向 跟大家來報告 第一個 在飢渴股的這一塊 因為其實最近飢渴股很熱鬧 量也很大 但是為什麼有了漲有了跌 我要幫大家好好解讀一下 因為這個跨年度的 選股的過程當中 這個是非常關鍵 就為什麼從同樣產業的股票 有了漲有了跌 這個位階多空不同調 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解讀 那第二個要講說 這個抗跌股業績掛帥 這個我們講 財報表現的優的個別股 才是會抗跌 所以這裡就說 既然你會發現 盤面有一些抗跌股 都是財報好的 然後再來什麼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不好 那這個是暫時避開 這個主要是 這個是財報表現優 這財報表現差 我們就一併把它做追蹤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飢渴股的部分 說這個飢渴股 到底是出現什麼問題 其實最近機殼股多空大論戰 就是說有的什麼 講比較空方的也論 就像這一種 這個說蘋果為了要分散這個供應鏈 所以它就怎麼樣 扶植這個第二供應商 所以它這個降低機殼廠的進入門檻 大家知道其實機殼廠的資本支出是蠻大的 因為它這個CNC的機台 動輒要好幾百台 好幾千台 那這個都是數十億 但是蘋果為了要扶植怎麼樣 第二供應商 結果怎麼樣 它開始怎麼樣 哇它這個CNC的機台 可共同融資 哇這個就不得了 就是讓它的什麼 進入門檻來下降 這個當然是有一些外資是這樣講 那他們就認為說2015年 會出現功過於求 這是美系的外資 所以有人這麼講 但是又有人怎麼講呢 這個是屬於比較空方的言論 但是歐系的話 這個是歐系的外資又講話 他說不對 這個整體的趨勢 他們認為還是持續看好 而且我們講說 這個在金屬機殼這一塊 它品牌就表示說 除了Samsung跟我們講說 蘋果之外 包含是HTC 包含是大陸的小米 或聯想 或是中興華為 這品牌都跟進用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這個需求會增加 很有道理 對 而且它認為我們 在台灣三大機殼廠 市占率 今年上半年已經來到85% 所以它認為是 非常穩健健康 全球 對 全球 所以這個市占率是相當高 而且爬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說 多的也這樣講 空的也這樣講 那請問 你算股票要怎麼算 這個你就有困難 所以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回到 回到股價 那我們就是把這 幾年的EPS 你把它放下來看 你就會知道說 玄機在哪裡 玄機在哪裡 你看一下 可乘的部分 2013年是賺了18塊 這EPS 2014年跟2015年是預估的 今年大概21塊 明年大概24塊 這是可乘 凱勝去年18塊 今年大概是15塊 還是衰退的 那明年來講 成長又到18塊 那我要講的是什麼 你看一下 真正從今年底到明年的股價 它要反映的是什麼 04到05的它的YOY 我們講說YOY就是年增率的高或低 我就稍微幫大家看一下 你說其實你看 可乘的年增率 說今年到明年是多少 按照這個預估值來看的話 大概是多少 欸 趕上 17%左右 然後呢 凱勝 這個F凱勝來講 大概有到20%左右 而且你要注意喔 這個地方它是衰退的 這個地方它成長的時候 這個大概有20幾% 這個24%喔 從24%它是掉到17% 它這個是從負的 來到正20% 所以你懂我在 我懂 這個地方就是說 你EPS在看 可是你看 哇 這個可乘EPS還很好 其實可乘好不好 可乘很不錯 明年還是成長 還是大概有兩位數字的成長 但是我們搭配一下股價 最後看一下你就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一下可乘 27是可乘 你用周線來看 既然跨年度 你用周線來看 可乘的位階在這裡 難過 那你說凱勝 我們看一下凱勝的位階好了 喂